现在在看郭阳郭亮的演出啊 那绝对是游刃有余气场十足了 但是回想起来走过的这一路 还并不是那么的一帆风盛 有的时候当兵的第五年的时候啊 哥俩想要转型 就参加了选秀节目《我行我秀》 还没想到真唱出点名堂 进了全国的前八条 当时和这个现在特别火的歌手张杰 住在同一个宿舍 紧接着呢 他们又获得了北京青年歌手大奖赛 组合组的二等奖 这眼看着要当歌手了 这哥俩竟然转行又卖起了衣服 这中间又出了什么岔子呢 咱们好像都在说相识演员 后来你们参军了对吧 参军了 我刚才看你们穿着军装的照片了 但是你说参军之后就放弃了快板 好瘦啊 我觉得参军这事跟说快板不毛 为什么参军就不能说快板呢 没有啊我参军的时候也是说快板啊 我们俩在部队的时候呢 其实也很优秀 到部队第二年的时候 我们俩就拿了一个全国 这是全国的了 全国快板大赛金奖 哎呦真好 对 但是每一次部队出去演出 全都是歌手啊舞蹈队啊 什么美声都歌队出去 只有曲艺演员留在家里面 留在这个楼里 这个楼呢 这个楼里能住一百多个人 跟吹吹班 每次一打铃 吃饭吃饭吃饭 我就我们俩 楼里就我们俩 回楼楼下来了 回楼楼下来了 就是给着感觉 感觉特别不好 后来我说行 这么弄的话 就废了 不想咱俩唱歌吧 那俩能唱歌 我们俩在当兵第五年的时候 参加了一个节目 选秀节目 就是第一季的中国好生年 好像是 第一季 因为我们俩当兵 没有穿过那种 像人歌手那种 大水裤 滚潮那种 然后我们俩自己设计 说别让人觉得 你们俩妥啊 歌手你得扬去 对不对 我记得我上面 就穿了一个粉色的 一个花衬衫吧 好像是 穿一牛仔裤 那牛仔裤 这还露着啊 冻什么的 这儿能一大银链吧 那大尖细节啊 就这么尖 就去了 到那儿 见了那三个 也是跟您这儿啊 三个瓶银链 我看你们三个这个 坐的胃有点害怕 开始紧张是吧 也是这么坐着的 老师好 这三瓶链啊 什么话都没说 不知 他乐 我说这三人乐什么呢 我都不知道 你没问呢 你们乐什么呢 不用问 他老师后来他那一句话 我就什么都明白了 你们平时也是这么穿衣服吗 哈哈哈哈 哎呦 那个时候内心太难受了 他说那你们现在开始唱了 我心想唱什么呀 咱怎么唱啊 没法唱了 后来没一张嘴唱一半 我们俩就不唱了 嗯 就从哪儿开始 我看你唱了 你不唱了 我听你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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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你唱了